看了眼手里糖片,想到这是刚才兰战给自己的。于是,吞咽口水,叔弟将糖片扔在地上。我不吃你的糖了,就好像小孩子兼游戏,我不吃你的糖,你也不能要我的玩具。可,兰战不是小孩子,他想要的,也不只是玩具。手腕发紧,身子向后的本能都未能来及施展,魏英就被一股大力拖拽了,扑进兰战怀里。 线线,你,一定是,甜的吧?没错,兰战满意极了,嘴里的味道,甜软直达心底。魏英瞪大眼珠,一眨不敢眨,眼睁睁看着。他试着推,推不动,想踹,两人间位置让他找不到发力点。嘴上的截略没有离开,腰际,又多了。 兰战的气息变重,魏英的也是,一个动了情,另一个满腹委屈。看了你两年,等了两年,终于,你在我怀,不会让你离开了,你想,也不成。 爹娘在家的哭骂,皇帝旨意上那个扎人眼的。 次子,一乘暖叫,没有任何说法,给抬进王府。 阿姐,阿诚,聂家哥哥,他们的遭遇和经历。 谁没有家,谁又有必要,非得到这战王府中安身立命。 嘴里的味道融入什么,变得咸咸的。 蓝战抬眼,看到魏英一双大大的眼睛,浸满了水。 献献,我,别哭。 你若不愿,我不会勉强,我等你,好不好,别哭。 蓝战的安慰看在魏英眼里,全是虚情假意。 我对王爷,算什么? 阿姐是什么?阿诚是什么?聂家哥哥呢? 制衡权柄,诚挚不听话的臣子。 我们这些人,在你们皇家兄弟眼里,不过是个物件吧? 等,王爷何必等我,不该等我。 魏英不是个好物件,用得不顺心,王爷打碎就是,自有更好的,送来给你。 湖上水风送入凉亭,苦茶已经冷透。 魏英像个受了冤枉和大委屈的倔强孩子,直直站着。 她的一只手给蓝战攥住。 两个人,都格外安静。 蓝战心里,全是懊悔。 一天里,魏英对她笑,跟她说的话也比往日多。 于是,得意忘形。 她的失控,败坏了这些日好容易建立的好感。 献献,对不起。 虽然知道已经无济于事,可蓝战还是说出这句话。 所有情感压抑心底,她太想。 太想让魏英知道,无论如何,终究,都还是搞砸了。 自从那个不愉快的吃糖事件后,蓝战明显感觉到了魏英和自己的对抗。 她想了许多办法。 给她送好吃的,送好玩的。 比着魏氏宅底中那个院落,搭建秋千架,搬了五人台的瓷瓮,蓄水养鱼。 还一次次地接来林氏夫人,期望母子相见,能缓和魏英情绪。 最终结果是,魏英的确笑脸回归。 见江艳离,见江城,见聂怀桑,见母亲,见鸭蛋,见张公公,甚至见了金甲卫,她都会笑。 可唯独蓝战,只有见她。 这孩子的小脸能立刻晴天转阴。 今天,林氏又来了。 如今,她出入王府如同寻常。 魏公子是王爷的眼珠子,满府上下无人不知。 林氏夫人是王爷亲自请来,更加无人感兰。 而通过为数不多几次接触,林氏心眼似乎也比先前活泛,或者说是转换不少。 她是过来人,自看得出,湛王对儿子有心。 蓝氏天戒子,能如此对人,可说不易。 但对儿子的了解,林氏也清楚,魏英这杠金可不好板正。 湛王若要得了我儿情义,怕还有断远路要走。 想到当初皇帝圣旨,林氏心里也是根刺。 我亲亲乖乖养大的宝贝,长得天上有地下屋,性子热烈,聪明可爱, 怎么到你们兄弟嘴里,就跟个物件似的,刺了。 但人嘛,酌男金义,香阿臭得也未必一分二百。 思来想去,儿子阿入了王府,终归是还不回来。 与其受罪憋气,不如放开心怀,帮儿子谋个未来。 持了这份心思,再加些观察,林氏越来越肯定,战亡。 未必不是个好归宿,牛不喝水抢按头,这招在魏英这里是用不成的。 别看那孩子勃敢戏得根枝条似的,却有骨子倔强。 若非真心改换,想按他的头,除非咔嚓了。 所以,林氏知道,若是抢逼儿子对战王如何,那肯定行不通。 此道不行,那就改道。 这日,林氏做了花糕从家带来,哄了儿子个高兴时,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八卦,你于妈妈说起这战王,真真是骂多赞少,哼,于妈妈对他还能有赞。 两年前和荣迪的恶仗,今世兄弟无能,死了多少大印好男儿,那边打了圣仗,整骚扰咱们边关一年。 你爹回来不也说过吗?荣迪如匪,打家劫舍,抢钱抢人,干的事畜生不如。 后来呀,还是去年,战王领兵,突入荣迪王帐,战王齐砍人头,才将那些满匪驱入滨寒之地,不敢再放我朝。 魏英喝了银耳茶漱口,听得有些天方夜谭。 今世败仗家喻户晓,蓝战突袭我怎么没听过? 临时拍了拍儿子,嘴角得花高渣,谁知道你去年犯了什么劲儿,非要学那道士往山里钻,京都好些大事,可都错过了呢。 你忘了,半年多归家,不知道迪学是家那个日日追了你跑的五姑娘配了人,你出门翰天还要带伞,才敢从她家门口过呢? 哈哈哈哈,见母亲笑得开心,魏英却是直扁嘴。 那家五姐姐没脸没皮,我屋里起码四双鞋子都只剩一只,还不是给她抢的。 她还总把自己用过的胭脂帕子塞我,烦死了,阿娘还笑呢。 临时又笑了会儿,才扯了孩子的手,揉着脸皮道,没法子,谁叫阿娘把我儿生得太好。 远了不说,只咱们学士街上,五家学士府,三家侍郎宅,愣是惦记你的呀,一家没拉,不是这个小子看你笑,就是那家姑娘瞧你呆,连别个院里小老婆,都要故意撒你一把瓜子皮。 呵呵,儿子瞪眼,临时自然不触,反而点了下她眉心。 要说咱家和湛王,也有些渊源。 当年我上湘禁城时临场,正赶上傅林轩的扑面大火。 那时湛王带人封锁道路,我的车子不得不改到回府。 后来才知,原本要走那路上,因着风向燃了火星,正好有个炮仗方。 亏了湛王遇知,将人都撤离,还进了道路。 不然别说死好些人,咱家马车也得赶上那场连天爆炸, 哪儿还有你这小模样出来祸害? 姐,我才不是祸。 话说一半,不止想到什么,魏英没在继续。 阿娘,我的礼仪领口路线了,你帮我缝吧。 这孩子,王府里仆役多得是,但你这院里还找不出几个缝缝补补的。 你倒会使唤人。 临时嘴里虽说着,手上却还是接了鸭蛋递来的衣裳和针线破裸。 嗯,我贴身的东西,不乐意它吗? 鸭蛋的手又只有力气,你忘了它上回流了根针在我挂子上啊,戳进儿子屁股半寸多呢。 林氏给魏英说得心疼,缝补完一件,又去拿了好多旁的,细细观察,看有没需要用线的点。 天光过得很快,黄昏时,林氏动身离腐。 魏英挽着母亲,直送到大门,站在门槛里看着家里马车拐到消失。 叹口气,想着这劳门式的府门,魏英心里发狠的咚咚往门槛上踩了两脚。 有机会,砍了你。 嗯,砍了。 鸭蛋有样学样的也踩两脚门槛,学着主子嘟囔。 等他俩走远,守门的金甲卫护砍。 魏公子刚才不会是点咱们呢吧? 他爹是学士,文人都喜欢这样说话,这叫指桑骂槐。 意思是让咱们以后放亮眼睛,少得罪他,不然,就给咱们砍了。 王爷宠他只恨不得爬梯子够月亮,这人,咱们得罪不起。 对对,以后啊,都小心点吧。 勒江下马,战王亲再来到林府马车边。 掀开车帘,林氏下车。 陈妇见过王爷,瞧着马车来十路,蓝湛心中清明。 夫人见过献献了,她今日可好。 承蒙王爷照拂,我儿尚好。 咦,王爷手里这是? 哦,苦水胡同的豆花,顺路,带给献献的。 林氏微微抬眼,帕子在袖中钻了钻。 苦水胡同临着学士接两条岔路,是他的夫君,为大学士日日上朝入管必经之路。 胡同口有家老字号的豆花小铺,为婴幼时,夫君常因著书造策归家迟晚。 但每次晚归,都会带了媳妇儿子去豆花夜摊上吃碗豆花。 一家三口,只点两碗豆花。 夫妇两口味一致,葱花香油,清清淡淡。 儿子口中花生碎芝麻粒,还有一大把的小米辣,外加浓重的麻油和香醋。 于是,这一口带着美好记忆的豆花,成了为婴口复制爱中的不可缺之一。 献献口中,吃豆花要佳。 香醋麻油,花生芝麻,清红小米辣。 林氏的眼皮抬得比之前更大。 王爷知晓我儿口味,有心了。 落日越来越沉。 蓝湛脱了把上车的林氏。 原本落下的车帘忽然又开了个缝隙。 我那孩子是个猴性,又是大字写得糊涂。 打也不成,骂也没用。 他爹只能放缓耐性,日日陪他逗半课虫,写三课字,哄着劝着才把字练出模样。 给他做了十几年爹娘,自然也有冤枉委屈孩子时候,他也会跟我们怄气。 不过,这孩子嘴长好玩,心思灵动,拿了好处贴他,很快,也就是个数松数的脑子,掉头就旺的。 他呀,是他爹爹一手举棒锤,一手抓糖豆,好坏惯着长成的。 哼,王爷,您要费些神了。 蓝湛在车外深深作衣,哐当,魏英将勺子撇进空了的豆花碗里。 凭什么?蓝湛不答,手里坚豪在宫市城表上写话。 瞻公公笑着开口,庆云店里飞进好大一只扑冷鹅,扑笔们打鹅碎了许多宫灯琉璃盏,屋里一片狼藉呀,且要收拾。 总不好让王爷诉得太晚,救。 魏公子,麻烦您将救。 不可能,王府这么大,都是他家,哪里睡不成,偏占我的地。 蓝湛放下书写完的城表,将尖壕放在鼻席里。 瞧着黑晕一片的水,他终于开口,既然都是我家,睡哪都成,阿县这里又有何不可? 明日一早,我带你去吃三家向心出炉的小笼包,牛肉馅,沾他家自酿的米醋,就脆萝卜。 胃英定了定,猴头明显冻下,年公公偷笑。 我,也想吃,好久没吃了,大王。